哈喽大家好我是冰狗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枇杷 好久没来枇杷这边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呢是当时已经寄掉这个抽水汁了 我们是发装嫁接的 之前跟大家讲过 如果你寄掉的话 它很容易回枯死掉 就是它的月量还没达到抽水汁的月量 可能是枇杷这个品种可能 可能是枇杷这个水果可能会这样 其他水果可能会轻一点 没这么严重 但是呢 它这个枇杷就是一定要 月量一定要恢复到那里才可以 要不打完 你一寄掉抽水汁的话 它真的会回枯 你看我们一个挖桩接了两株 两株都回枯了 你看这个也是 这里这一条 还有这里这一条 很多都是啊 那边那一片都是 枇杷的都回枯死了 但是这边还有几株 所以如果你们枇杷荔枝龙眼 尽量不要这么快 又把抽水汁寄掉了 要不很麻烦的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呢 可能有一些树是强一点 好一点的可能 它就不会死 你看这株它就不会死 当时接了两一一棵树 接了两个枝条 两枝都活了 现在长得也不算太好 也不算太差的那种 大家看到没有 目前挖梅没有开花 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 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你是嫁接枇杷 或者荔枝龙眼的 抽水汁尽量 等它月亮比较多了才计掉 今天咱们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还有什么event的话 欢迎在下方评论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苹果 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